目前为止还是最喜欢二宫 但是三宫很难看 显得四宫就好看多了 我不得不说一句 维里安 王正亮在四宫里太出彩了 没有单独提李克勤 黄霄 黑泽良平 是因为他们部落整体舞台很好看 是我认为四宫上部分最优秀的舞台 而为里安 王正亮的四宫舞台并没有多好 但是他们个人确异常突出 再者 就是点名披荆斩棘第四季的字幕组 是目前我看过的所有内娱节目中 最好的字幕组 水平相当于韩国金太号团队 罗英熙团队的字幕组水平 以下是四个舞台的点评 李克勤部落 重点突出一个男人熟度 李克勤被誉为过属男人 黑泽良平被誉为成熟男人 黄霄被誉为半熟男人 秦浩在舞台上没有跳舞 担当旁观者身份 当我看见这张图时 我还以为秦浩要反串女舞者呢 那也太披荆斩棘了吧 结果秦浩是扒演又一个 说书人2.0的角色 组队之前 李克勤部落有黑泽良平 黄霄两个舞者 秦浩人气也不高 人人都看不起他们对 觉得两个舞者不能唱歌 舞台一定拉胯 结果偏偏人家最争气 四个公演的X Song 自有选歌全是李克勤 秦浩选的最有品位 最适合公演比赛 爱的血腥故事抢眼变态心理 而十字街头是周迅 金城武在 《如果爱》电影里最热门的片段 从选歌上 李克勤部落就很让人期待 秦浩出场 念的独白很有剧情感 一扬断挫 使观众对舞台的期待值 一下就拉很高 秦浩这场表现挺好的 但是戏分不多 主要剧情里就是NPC 所以知道他优秀 但是他不能吸引人眼球 黑泽良平就太过分了 演得太好了 他是信念感最强的一个哥哥 十分尊重舞台和观众 看黑泽良平有唱演戏分时 他的状态重视十分投入的 眼神里就是他要饰演的角色 四公 黑泽良平坐在红色沙发上 收拾着拐棍 神情严肃 他高傲地抬起下巴 损失一切 真的好像一名贵族 一举一动 也是很有腔调的样子 还未出场 就已经让角色站稳脚跟了 李克勤更是帅 过熟男人的魅力 不再是网络上老灯 而给人的嫌弃感了 而是一个很会拿捏荷尔蒙的 经验丰富的男人 台下 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们 都被十字街头吓到了 准确地说是激动 这个舞台实在是吸引人 值得刷二四 我总怀疑李克勤 是否碰到了女舞者的嘴唇 李克勤饰演了上位者 为了利益 对下位者的操纵 人设可以参考 把陈圆圆送给吴三桂的田婉 黄霄出场就是一个纯情少男 他爱上了被李克勤 送给黑泽良平的女舞者 但是因为身份卑微 无法与上位者抗衡 女舞者只能被掳走 他又一次被李克勤 绑回了黑泽良平的身边 黄霄被别人拖着 无法反抗 女舞者被黑泽良平暴力对待 没有尊严 经过数次的反击 黄霄和女舞者冲破阻碍 还是在一起了 黄霄强硬地拉回 女舞者时的动作 可帅了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舞台剧 歌舞剧 内核就是真爱战胜一切 四公最佳 李克勤部落终于有一个 实至名归的好作品了 这件事说明什么 2024年 内域最缺的还是的人才 琴浩 李克勤的选曲与构想力大功了 王正亮部落的预言 其实很难改编 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火了 最后 他们就只是在编曲上下功夫 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纯唱的舞台 听着很一般 音乐是主观的 你也可以认为很好听 预言是张绍涵用高音 唱出的一种自由的呐喊 可以往励志理想方向靠楼 但是他们的演唱很平 音调不高 高清晨 蔡明佑 演艺宽都是稳稳的 柔和的唱 林一轮唱法很老旧 没有惊喜 直到王正亮开口 才有如鲜漏般悦耳的感觉 很好听 加上王正亮的钢琴演奏 预言这首歌前后变化 由平缓变的激进 听到中间部分 音乐节奏变快时 听众是很兴奋的 这首歌完全展现出了 王正亮的音乐素养 一等一的高 浮浪 其他人唱得很齐 有一种打军体拳 做广播体操的整齐感 听话感 就是没有预言给人的自由感 那一一飞从天的呐喊和觉醒都没有 我觉得节目组就不应该选这首歌 王正亮部落完成的也不好 维里安部落 就很令人感动 大家能该提到吗 维里安部落的关键词就是披荆斩棘 他们部落不断挑战自己 在负重一万金掌大里要演戏 在100WUAYS里要跳舞 阿儒纳临时退赛 维里安又说 那我们要不要学习蒙古语 唱味 徐海乔开玩笑的语气 惊讶地说 你现在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要学习蒙古语了 还唱味 拆弹专家的X party是给阿儒纳留的 舞台设计也是围绕他 阿儒纳走了 舞台设计就白费了 如果在修改是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 所以维里安遇到这种情况 会想着要不要维持原本舞台不变 他们几个人一起分担阿儒纳的部分 阿儒纳是蒙古嘛 给他设计的蒙古语web 所以维里安就提出建议学习蒙古语 维里安也是没办法 只想要赶快把问题解决掉 虽然平白无故要学习蒙古语 还要蒙古语rap很让人崩溃 但是维里安的勇气真的太难得可贵了 身为观众太爱维里安这种披荆斩棘的精神了 接受到徐海乔的质疑后 整体氛围很轻松 维里安也笑了 那能怎么办 就试试看咯 最后当然没有学蒙古语rap 但是看着维里安 徐海乔 青年三个人聚在一起讨论策略时 真的好感动啊 他们一起走过了四宫 虽然人气并不高 但是他们总在努力完成舞台 每一宫都是学习新东西 不断挑战自己 尤其是维里安和徐海乔 他们从没想过后退 也不会先抱怨阿如纳退赛导致的麻烦 就是要解决问题 维里安部落是一个很暖心的部落 队员们真的很团结 拆弹专家给我的感觉 就是维里安原来并不只有温柔 他可以很强势 很慢 拆弹专家用的声光电组合 剪辑很帅 很酷 不过这首歌一直是处于亢奋的状态 有的听众就觉得很平 关键青年第一句唱疲劳 就很糟糕 后部分 青年唱web 就很好听 青年的综合实力不弱 但是他唱歌功底就一般 他还是表演Mappy最帅 徐海乔表现很棒 出场时角踩在栏杆上 就是一副桀骜不逊的样子 唱得没有专业歌手好听 但是也不拉胯 唱得比青年好听 但是web部分挺难听的 人肯定要有短把啊 这首歌里 徐海乔的几个镜头都非常好看 他现在真的可以说是 披荆斩棘第四季的第二门面 担当第一世呀 从国王语起该开始 徐海乔被注意到了 剪辑咖啡也多了 他现在就是怎么拍怎么帅 不用质疑自己 徐海乔在这一季里太优秀了 从前演员身份在披荆斩棘里很弱势 但是第四季开始 演员身份的艺人都很棒 维利安表现太好了 拆弹专家能听 全靠维利安 他是要唱功有唱功 要外貌有外貌 要近有近 舞台感染力 表现力突出 那叫一个帅子了得 以往都是脆弱的 敏感的 压力大 责任感爆棚的一岁队长 这次成员突然退赛 面对压力 想到一切办法 完成的舞台又如此优秀 维利安 不再是背景板了 也不再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队长了 维利安是实力与魅力艰巨的好队长 加油 焦麦奇就很弱 他不适合这首歌 蹲在地板上表现自己的愤怒 形象难有说服力 好在他愿意改变 愿意尝试 值得鼓励 这也说明一个事实 有的人能毫不费力地拿高分 有的人再努力也顶多及格 还是靠同情分换来的 不过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自恰是美德 0713很完美地表演了 历历万香 好像他们的优秀是理所当然的 观众对他们期待高 他们完成得也很好 这多少有点不公平 舞台是好舞台 我们永远可以相信 马晓龙的实力 0713是一个散世满天星 居是一堂火的部落 在内宇 0713比别人强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光专业素质强 关键是综艺感也很强 有0713的地方 就少不了欢乐 没有人是永远快乐的 0713的快乐 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敬业 街道工作了 努力做好 综艺就是要给人带来快乐 这是艺人标准 希望内宇能多出些这样的艺人吧 看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第四季 皮哥44公舞台上 这期播了四个舞台 舞台一开始搞了一个圆桌秀 很重要的感觉 不过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上一季的X 威德尔陈楚生 哥哥也跟队长们一起出场 还戴着兜帽 还挺神秘感的搞的 舞台要求大家的表演总分 大于三共的6882分 就可以减少一个淘汰名额 第一舞台是李克勤部落的十字街头 这个舞台很有音乐剧的感觉 黑泽真的跳得不错 get it到他的帅了 李克勤也贡献了大尺度表演 跟女舞者互动很精彩 第二个舞台是王正亮组的预言 怎么说能听过原歌先入为主 有点听不惯 改成钢琴抒情歌了 从而且有个个感觉非常不适合这首歌 这两个舞台分数一般 不过我觉得十字街头还是很不错的 第三个舞台是维里安组的拆弹专家 这个舞台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装造也很帅 就是很可惜啊 如那拍戏没在 不然感觉它是最适合这个舞台的 第四个舞台就是上一季 批歌三的学长哥哥的舞台 莉莉万香 这个舞台整体还是挺和谐的 除了这个舞琪奇怪怪外 唱的是不错的 陈楚生开口 还有结尾感觉很有神圣的感觉 目前的四个舞台 我个人最喜欢的的是 十字街头跟莉莉万香 下期剩下的舞台也挺期待的 大家看了吗 觉得这期舞台怎么样 披荆斩集四已经迎来第五轮舞台公演 各位读者 你们看本期节目了吗 在本期节目中 0713返场演唱 陈楚生借此机会弥补一个遗憾 而他下意识的表情 却成为本期最大的看点 很多网友都表示 磕到了 各位读者 你们发现了吗 本文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披荆斩集四还没开播前 陈楚生 王立新 于浩鸣 张远就录制先导片 当时很多网友都希望他们可以回归 虽然他们没能返场 但却参与第四轮舞台公演的录制 在上期节目中 陈楚生 王立新 于浩鸣 张远就给节目带来极高的热度 首先是王立新 于浩鸣 张远对战六大部落 通过竞技的方式选择心仪的歌曲 兄弟们真的没有手下留情 王正亮直接输掉 李克勤部落因为排兵布阵 已输掉了 最终湖下部落成功简陋 当陈楚生赶到录制地点的时候 陈楚生的屁股晚节不饱话题 瞬间登上热搜 王立新和张远两脚张开凑成一得脚趾开花坐垫 陈楚生需要坐上去完成拍照姿势 看到这样搞笑的场面 网友们都在问 好像知道这一颗声歌在想什么 在披荆斩集四的舞台上 陈楚生 于浩鸣 张远 王立新合作演唱粒粒万香 听到这首歌曲后 我们只能说冠军还是冠军 陈楚生一开口 这缥缈又空灵的音色 就成功将观众的情感带进去 这绝对是四宫最佳舞台 这首歌曲正式演唱前 陈楚生接受节目组的采访 他表示这次参与录制 弥补第三季的一个遗憾 在录制披荆斩集三的时候 初舞台陈楚生 王立新 于浩鸣 张远共同演唱 节目组低估了他们合体的威力 因为他们直接获得全场最高分 听他们演唱 观众们立即回忆自己的青春 初舞台公演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经过商量 陈楚生 王立新 于浩鸣 张远决定第一轮舞台公演再次合作 后面舞台公演再分开 而陈楚生凭借人气优势 直接选到一首四人歌曲 可是意外却发生了 当时张远和于浩鸣排在前面 所以他们两人先选择 顺利地进入陈楚生的无数组 接下来就轮到蔡国庆选歌 然后是王立新 当观众们都以为他们会再次合作的时候 蔡国庆却先王立新一步选择无数 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王立新直接傻眼了 观众们哈哈大笑 因为这一幕真的太搞笑了 在后面的舞台公演中 张远和于浩鸣在其他部落 只有王立新选择陈楚生部落 所以节目录制完成后 他们都没能再次合作 而这次来录制披荆斩集四 也是弥补之前的遗憾 王立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今晚起了自己的梗 节目组问王立新 你们作为滚烫学长 帮助这一届的兄弟 以拿下一程的姿态回来的 听到节目组的提问 王立新立即说 我只能帮助陈楚生拿下一程 我其他人帮助不了 随后 他又调侃其实上一季 也没能帮他拿下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王忠亮选择预言 当他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陈楚生和王立新的表情 真的亮了 节目组清楚地知道 观众们想看什么 王忠亮演唱的时候 陈楚生和王立新 都在后台认真观看他的表演 当时他们两人的表情 真的好骄傲 看我的兄弟多优秀 大部分观众观看本期节目 就是想刻在就业男团之间的兄弟情 他们之间真的太有爱了 综艺节目披荆展集四 简称披歌四进行到了四宫 赛事也逐渐进入到了白肉化阶段 在往常的赛制中 节目组都会邀请到滚烫学长们回归 这一次 是第三季的几个的哥哥 分别是陈楚生 张远 于浩明和王立新 上一周播出的内容 几位滚烫学长摆起了牌阵 和很多的学弟们展开了对决 也是一彩分成的 这一次 他们上场表演的 不过不适合别人PK 而是帮助这一季哥哥们 和他们一起闯关 冲击目标分数线 最开始上场的是李克勤部落和王正亮部落 但是冲击的难度很大 两组加起来都没有超过目标线 0713雪原们表演了一首《莉莉万香》 几个人都是美拉德配色 舞台上还有山坡 有草丛 还有雪花飞舞 四季变化也很有意境 小编最喜欢的 要数他们最后的活力直传递了 一个接力一个 利益也很好 代表了披荆斩棘的精神延续 毫无疑问 这个节目是很精彩的 最终还成功了 帮助队员们争取到了50分的活动空间了 节目组还是很给陈楚生面子的 在节目刚开始 几位队长在台上放狠话 你争我夺的环节 最终 就定到了陈楚生的画面 他戴着帽子 很神秘的样子 有一点大反派的感觉 今天的主宣传海报上 也是这四个人 最后的采访环节 小琪也跟大家开玩笑 说去年的0713在出舞台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合体过 是被卡住了 于昊明赶紧接话说 是被卡在了哪里 大家回去看看哪一期的哪一分钟 很显然 他们指的就是去年蔡国庆一屁股 坐到了0713的座位上 最后害得王立新没有位置的那一段 谁也没想到 蔡老师的一屁股 定得乾坤啊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走向 这也成为了第三季的一个名场面 当然 也是最出圈的名场面了 皮克斯邀请的嘉宾大咖很少 很多都是没听说过名字的 为了保障赛制 节目组起初还划分了两个大的阵营 滚烫各个合志热弟弟组 到目前为止 以没有什么出圈的舞台和段子 唯有一功的时候 向左退赛 黑泽 雅和向左的冲突 算得上是出圈热度了